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夏德威老师 目前任教于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 今天帮我们负责示范的助教高建环 各位同学好 好 这就是一个新的软体的开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Excel 那今天介绍Excel里面的内容有 启动Excel 认识Excel 2013的面貌 滑鼠操作的方法 滑鼠指标的介绍 功能区的指功能 功能标签介绍 活跃部的介绍 工作表中范围的选定 Excel 我想大部分同学都有用过 这是一个易懂南京的软体 每个同学都说我会输入 但是真的要使用上的应用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 目前上 这一个Excel的软体 它在做资料的分析 还有就是做试算 报表的制作 图表等等 还有包括做决策分析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软体 当然Excel 它也做了很多版本的更新 但是它的功能越来越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在Excel软体的发展上 它越来越注意 就是user-friendly 因此我们在启动2013方式上 也颇具弹性 首先我们在功能表指令来启动 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它的操作方法就是 你可以在左下角开始的地方 开始扭 然后找到程式级 然后自动显示次功能表 然后在次功能表里面 找到Microsoft Excel 2013的指令 如果有Microsoft Office的群组的话 就点选那个群组 然后找到2013 你也可以按右键 拉一个捷径 到我们的桌面上 或到我们的 点选到我们的开始的 这个功能表里面 那第二个呢 如何来结束2013 结束Excel 2013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个 我们在档案功能表里面 找到一个关闭 点选关闭 第二个呢 就是在2013的活跃部的 视窗的右上角 我们有一个叉叉的钮 按一下叉叉钮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开启一个2013活跃部 怎么样结束退出一个活跃部 首先我们想要开启一个新的Excel 点选 开始 找到Microsoft 2013的那个资料夹 点开以后 选择Excel 2013 在这里选择空白活跃部 接下来我想要关闭它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从档案 左上角的档案 点开以后 这里有一个关闭的钮 按下去Excel 就会关闭了 另外一种方法 是按下右上角的 叉叉 按下去 我们刚刚那个Excel 活跃部2的Excel 就关闭了 好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进入到Excel 2013的画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 2013 Excel 它的面貌是怎么样子 我们开启2013的活跃部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荧幕的正中央 会看到活跃部1、2、3等等 那这个呢 是还没有命名的时候 它内定的活跃部的名称 在我们的活跃部的功能标签 会看到功能标签 功能区 名称方块 资料编辑列 栏名列号等等等等 我想这个地方呢 开启一个活跃部呢 同学看到一定会觉得很茫然 太多太多的元件所组成 我想请我们助教示范 把活跃部打开 然后我讲到哪个地方呢 就请我们助教呢 把滑鼠指到那个地点 让同学了解一下 好 先开启我们的活跃部 功能标签 再过来就是我们的功能区 功能区很多小图示的地方 名称方块 假设我现在选到A1 它的名称方块呢 就会在那边出现一个A1 储存格 目前看到了好多小格子 这每一个小格子呢 就是一个储存格 它可以放我们键盘输入的资料 资料 资料编辑列 当我们在格子里面输入资料的时候呢 如果打错了 我们可以到资料编辑列这边来更改 蓝名 ABCDE 每一个英文字母呢 代表是第几蓝 比如A蓝 B蓝 C蓝 我们称为蓝名 列号 列是用阿拉伯数字 来命名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那蓝跟列的交叉 就是我们讲的储存格 因此每一个储存格 都有一个名称 刚刚我们讲的储存格 A1 就是A蓝 跟第一列 它的交叉 所形成的一个储存格 往下面看 工作表切换钮 这边目前看到的是灰色的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这是因为我们工作表还不够多 如果工作表有好几张的话呢 它没有办法同时呈现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靠工作表的切换钮 来做切换 那旁边工作表1 这是工作表的标签 在下面 最下面的 绿色的这个叫状态列 状态列是做什么用处的呢 就是当你输入资料 还没有按Enter之前 就储存格看起来已经输入资料了 但是还没有按Enter之前呢 它会告诉你这个资料 目前是输入状态 还没有就绪 因此呢 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些 功能区的小工具 是没有办法作用的 我想请助教 先用A1输入 123 然后不要按Enter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的状态列的情形 同时再看一下功能区 是不是那些工具都是灰色 没有办法执行 好 按下Enter键 好 那再看一下我们的状态列 最下面 是不是变成已经是就绪的状态 好 这个是活跃部每次打开之后呢 它有这么多的元件所组成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滑鼠操作的方法 那同学说滑鼠操作不是都一样吗 这里滑鼠在Excel的操作呢 它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首先我们看滑鼠指导 如果只有在荧幕上 在荧幕上移动滑鼠的指标 不要按下滑鼠任何键 它的指标会呈现不同的样式 例如我们指向某一个图示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滑鼠的指标 然后按左键一次 滑鼠指标在工作区 在工作区域按一次 通常代表呢 是选定某一个储存格 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请那个助教 来帮我们做一个示范 先做一个指道的动作 指向工具的小图示 然后我们在储存格A1的地方 按左键一次 好 它就已经选到了 按右键一次 它就会跳出一个 捷径的工作表 也就是可以做些 哪些指令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执行 按左键两次 刚刚如果我们里面有输入资料的话呢 按两次也可以进到储存格里面做编辑 比如说1 2 3 4 现在4多打的 那我可以把4从储存格里面直接删掉 就是按快速按左键两次 接下来按下滑鼠并拖曳 通常呢这是一个连续选取一块区域的简单操作法 比如我们在起点A1的地方 按下滑鼠左键 然后拖到F6 选取一块连续的区域 好 那滑鼠在工作表上 工作表刚刚同学已经看到了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表 一张也可以增加 工作表2 工作表3都可以增加 但是滑鼠在工作表上不同的位置呢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指标的面貌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 这不同的这个指标呢 它就可以执行不同的功能 如果再配合Ctrl键跟Shift键的话呢 它的功能就更强大了 首先我们来看示范 第一个 我们要把滑鼠移到储存格上面 一个白色的十字 要看到白色的十字 第二个调整蓝与蓝间 蓝宽 会看到一个滑鼠指标 左右键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的一个箭头 第三个呢 我们看一下 列 要调整列高 比如放在二三之间 它滑鼠 我们请示范的助教稍微把它移动一下 让同学看一下说 它的指标就可以 因为不同的指标 它就可以执行不同的功能 再过来 我们把滑鼠指向小图示 比如说靠左对齐 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箭头 再过来我们要选取整蓝 这个时候把滑鼠移到蓝名上面 有一个向下的黑箭头 我们把它点一下 整蓝就选取了 选取整列 把滑鼠移到列号 它是一个向右的黑箭头 点一下 整列就选取了 资料编辑列 把滑鼠移到资料编辑列上面 它会变成一个I 滑鼠又变成一个I的符号 这时候点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在编辑列上面输入资料 好 编辑列内容如果很多的话 我们把编辑列把它加宽一点 移到编辑列的下方 变成是上下的一个白箭头 搬移 假设我们在A1地方输入1 2 3 要把它搬移到其他的储存格去 这个时候滑鼠要移到储存格的下缘 它是一个四项键 带一个白色的箭头 然后按住左键 搬移到任何一个格子 各位看里面的资料 这跟复制不一样 我希望同学 在操作Excel的时候 尽量多用滑鼠的功能 不要再去按这个复制贴上 或者是Ctrl C 或者Ctrl X Ctrl V这些 我们就直接用滑鼠来操作 再过来名称方块 把滑鼠移到名称方块的右圆的地方 它会变成一个左右的白箭头 调整名称方块的大小 所以名称方块 它并不是说每一个储存格的名称 都是只有A1 A2 它有时候名称会很长 蓝名也许是三个英文字母 那那个列号也可能是万位 十万位这么长的列号 这是我可以来调整 再下来就是水平四窗分割 我们要看到这个的话 先要去点选检四标签里面分割 把滑鼠停留在水平四窗分割线上 它是上下箭头 中间是一个类似等号一样 再把它移到垂直的四窗分割线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新的活跃簿开启之后 常用功能标签 在常用的功能标签下面 有剪贴簿 有字形 有对齐方式 储存格等等 除了我们预设的功能区 以及包含了图示工具外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来建立 自定的功能区 并且在功能区里面 增加一些图示的工具 假设你在编辑报表的时候 有常常用到的一些指令 你想说把一些小工具加到自己做一个自定功能区里面 该如何去做 我想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来看我们助教所做的示范 做一个自定功能区 在上方功能区的地方 按下滑鼠右键 点选自定功能区 会看到 这个对话视窗 我们在常用的地方 点选新增群组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新增群组 我们先把它根名 按下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我们命名为 AA 按下确定 接下来我们要在里面新增一些功能 看到左边方块 我们在这里常用命令 选择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选取以后 我们选择上移一层 按下新增 再来我们看到右边 AA下面就多了一个上移一层的这个功能了 我们现在按下确定 再来我们看到功能区的上方 这里有一个AA 然后移到最上层的这个功能 已经被我们新增到这里了 好 这是自定功能区的建立的做法 在常用功能标签下面 有简贴簿 字形 对齐方式 数值 样式 储存格 在字形旁边的按钮点开 还可以做更细部的设定 那在我们的功能标签 跟我们之前的版本 Excel 2010 功能表里面 大致上是一样 那我们在预设的功能标签里面 包含了有档案 常用 检视 插入 版面配置 公式 资料 教育 检视 有时候会看到开发人员 那这些呢 这个开发人员呢 它本来不是在我们的这个预设的标签里面 但是你可以呢 从我们的功能区的位置按滑鼠的右键 把它新增进来 包含有录制聚集的功能 每一个功能标签向下 都包含了相关功能 以便呢 在编辑工作表时呢 稍后 我们在 各章节呢 会同学解说 这边我们也请 我们助教 稍微带同学看一下 回页部的这些标签 好 各位看到最上面的标签 我现在就只有 常用 插入 版面配置 公式 资料 教育及检视 我们现在要将开发人员新增进来 在功能区中 按下右键 一样选择自定功能区 点开后 看到右边的这里 开发人员选项 它是没有打勾的 我们把它打勾 按下确定 再来我们看到 萤幕的最上方的标签那里 可以看到开发人员已经新增进来了 里面有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去做使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功能标签 那我想我讲到的地方呢 我们就请助教呢 把画面就带到那个地方 首先我们看一下档案标签下面 它有哪些功能 储存档案 另存新档 开启旧档 关闭 列印 结束 常用标签 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 插入标签里面 所有的一些功能 板面配置 板面配置里面 公式标签 资料标签向下 有哪一些 教育标签 简式标签 是档案的名称 储存档案的名称 就是活页部名称 当新活页部还没有赋予党名的时候呢 它的预设党名就是活页部 然后呢 后面用数字 一二三 活页部一 活页部二 活页部三 那每一本活页部里面呢 有多少张的工作表呢 当你开启活页部 你看到呢 是只有一张工作表 那实际上呢 它是可以最多到 255张工作表 那一般我们会不会用到那么多 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呢 只要在旁边的一个加号的地方按一下 它就会帮你新增工作表 一般我们在做报表的时候呢 是尽量希望把相关的工作呢 放在一本活页部里面 而且每一样工作呢 就用一个工作表来编制 以利益资料的管理 那我们如何可以看到 我们工作表 到底它可以到达多少 从档案选项 找到包括的工作表分数 对话格里面 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数字 或者按上下按钮 来选定张数 然后按下确定 当你设定好工作表的张数之后呢 是在你下一次开启活页部的时候 它就会以你所设定的张数来开启 这边看一下我们的示范 假设我们设定一个五张工作表的活页部 点选左上的档案 下面的选项 找到包括的工作表分数 这里我们设定五张 按下确定 我们去开启一个新档的时候 可以看到下面的工作表 就一次新增五张的工作表 好 跟各位同学 原来开启只看到一张 以为说我们一本活页部 只能放一张工作表 那到底工作表是有多大 我们工作表叫Worksheet 它是储存资料的地方 运算资料的地方 它是有储存格 蓝 列 垂直卷轴 水平卷轴 以及工作表名称 标签所组成 那到底一张工作表 它有多少的蓝 有多少的列 我们这边马上带着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示范 在工作表上面按Ctrl向右键 各位看到可能是看到一个XFD的蓝 那你也许不知道XFD是多少 它是16384蓝 那多少列呢 我们回到A1的储存格 然后按Ctrl的向下键 这个就非常大了 超过100万列 所以各位就知道说 我们一张工作表 可以放多少的资料 那如果说你把蓝列交叉 它所形成的储存格呢 就有1.7乘上10的十次方 这么多的储存格 是一张非常非常大 一张工作表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认识一下储存格 我们把滑鼠点A1 你会看到一个储存格被框起来 那在它的右下角呢 其实它这个储存格并没有完全地把它框满 它在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 我们称为填满空点 请看我们示范 右下角有个小黑点 在这里 好 各位同学只要看到这个小黑点 将来你在操作Excel的四算表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非常有用 功能非常强大 整栏 我们要选取整栏 刚刚已经教同学 他有一个很好用的 一个黑箭头 我们来试着选取整栏的做法 选取整栏的做法 点选D 看到一个向下的小黑箭头 点下去就选取整栏 那我们选择列的时候 就是在列的地方 它会向右的小黑按下去 就是选取整栏 好 在Excel的操作里面呢 选取这个基本动作呢 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因为它一定要先选后座的原则 好 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个很快的练习 现在我们选取A B C D 四栏 请看我们的示范 我们要把栏宽做一个调整 我们先选取A 按下Shift键 再按下D栏 A到D栏 我们就全部选取了 接下来我们去调整它的栏宽 只要在其中一个地方 按下往右滑 放开 每一个都会跟平均一模一样大 好 各位已经看到它选取的厉害 你要做每一栏平均的话 你知道选取之后呢 然后拖一个宽度 每一栏会平均 那同样呢 列也是一样的做法 接下来我们来选 我们要选取一块区域 选取一块区域 有两种做法 一个呢 是从左上角 拖曳到右下角的做法 第二个呢 是选左上角 然后松开滑鼠 按住序腑键 再点右下角 同样都是可以选取一块 连续的区域 请看我们的示范 我先示范拖曳法 在A1的地方按下滑鼠 不放 往右下滑 选取一块区域 另外一种方法是选取 第一个A1 按下Shift键 在你想结束的地方 再按一次 滑鼠左键 这样就选取了 好 虽然是两种选取方法 但是呢 如果你的区块 是很大的一个区块的话呢 我建议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在左上点一下 然后再移到很远的右下点一下 那另外我们选取 不连续的两栏 要配合Ctrl键 好 我们请看示范 不连续的两栏 跟不连续的两栏 我们先选取A栏 按下Ctrl键 选取C栏 不连续的两栏 就被我们选取了 列也是一样 接下来是介绍 不同区 不同区块的 不连续选取 先选取一块区块 按下Ctrl键 再选取另一块区块 好 以上我们看的示范 主要的重点 就是在练习 选取不连续的区块 那同学回去呢 要好好把我们的Excel 的整个的活页部 工作表 储存格 做一个认识 今天就为同学 播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观看